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在座標平面上有一條直線四起 4s-3y加12等於0 為你這條直線與A軸和Y軸所圍成三角形面積是多少 來 我們畫出來理解好不好 他說把這條直線畫出來行不行 首先你先把這條直線畫出來什麼畫 你先想像一下如果AK40-3y加12是0 可見Y是幾41234 如果Y404s加1240可見AK就是幾-3-1-2-3 麻煩你兩個D連起來就是一條直線這樣行不行 把兩個D連起來是一條直線 求什麼這條直線畫出來與三角形 與這塊什麼 所以說這條直線畫出去與A軸和Y軸所圍成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來 告訴我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把D乘以高除以幾2 告訴我D是幾格 三格 高是幾格 四格 所以面積是二分之的D乘以高 所以說告訴我面積算會自己6 OK